这一期我们来制作一款柠檬的小挂件 用的是四股棉以及2.5的勾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环形齐针 左手持线 将线在手指上绕两圈 勾针穿过线圈 接着将线勾出 勾针再次绕线 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一行 首先锁一个起立针 接着绕线圈编织短针 一共编织6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完成之后 我们在短针的上方 小针木上方的两根线 做一个记号扣 六针变好之后 接着收紧线圈 轻轻地拉一下线头 找到被拉动的这根线 然后用力将另外一个线圈收紧 最后再拉住线头 将线完全拉出 线圈收紧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我们调短针 针木上方 外侧的一根线 将线一次性勾出 引拔针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圈拉紧 然后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个起立针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 挑针木上方的两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短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短针上方的针木 调两根线 做一个记号扣 最后的引拔针 和开始的起立针 这两针不算做针数之内 我们只需要在每一个短针上方 调两根线来编织 第二行我们需要增加三针 第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二针上 编织两个短针 增加一针 之后呢 就每隔一针 增加一针 一共增加三针 编织九个短针 九个短针编好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调上方针木 外侧的一根线 将线一次性勾出 然后将线圈拉紧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一针 引拔针的针木和锁针的针木 不算作一针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 条上方的两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这一行的针数呢 不加不减 按顺序编织 九个短针 九个短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 挑外侧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将线圈拉紧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四行 首先锁一针 这一行需要增加三针 每隔两针增加一针 前面呢先顺序 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在第三针上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之后呢就每隔两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十二个短针 第四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五行 首先锁一针 这一行呢需要增加六针 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第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第二针上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呢就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十八个短针 第五行编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六行 首先锁一针 这一行同样是增加六针 先顺序编织 两个短针 接着在第三针上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之后呢就每隔两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二十四个短针 这六行编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七行 首先锁一针 同样是增加六针 每隔三针 增加一针 首先按顺序编织 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在第四针上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之后呢就每隔三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三十个短针 第七行编好之后 接着编织第八行 首先锁一针 这一行的针数 不加不减 按顺序编织 三十个短针 之后呢 针数不变 我们就一直这样编织 一直编到第十八行 每一行各编织 三十个短针 第十八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十九行 首先锁一针 第十九行开始减针编织 一共减去六针 首先按顺序编织 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在后面减去一针 先在第四针上 勾一次线 接着在第五针上 勾一次线 然后绕线 将线一次勾出 之后呢 就每隔三针 减去一针 一共编织二十四个短针 第十九行 第十九行编好之后 接着编织第二十行 首先锁一针 这一行同样减去六针 每隔两针 减去一针 首先按顺序编织 两个短针 接着在后面减去一针 之后呢 就每隔两针 减去一针 一共编织十八个短针 第二十行编好之后 接着编织第二十一行 首先锁一针 同样减去六针 每隔一针 减去一针 首先在第一针上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后面减去一针 之后呢 就每隔一针 减去一针 一共编织十二个短针 第二十一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钩针取下 然后在线圈内 做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在主体内装好填充棉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填充棉的部分装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十二行 首先锁一帧 这一行呢 我们一共需要减去三帧 每隔两帧 减去一帧 首先按顺序 编织两个短帧 接着在后面减去一帧 之后呢 就每隔两帧 减去一帧 一共编织九个短帧 第二十二行编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十三行 首先锁一帧 这一行的帧数呢 不加不减 按顺序编织 九个短帧 第二十三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二十四行 首先锁一帧 这一行我们一共减去三帧 每隔一帧 减去一帧 一共编织六个短帧 第二十四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帧上 调帧木上方的两根线 腌制一个引拔帧 最后将线剪断 接着我们在最后的这六帧上 每一帧上调一根线 最后把线圈收紧 最后把线圈收紧 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叶子的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将勾针放到线的下方 然后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开始锁针 一共锁针二十针 二十针锁好之后 接着我们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 在锁针的背面 挑一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再按顺序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编织五个短针 五个短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一个中长针 勾针织一个短针 针织一个短针 勾针织一个短针 穿过针目 将线勾出 接着两根线 并一针重复两次 然后下一针 然后下一针 编织一个长长针 勾针织两次线 穿过针目 将线勾出 接着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四次 后面再按顺序 编织三个三卷长针 四个三卷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后面编织两个两卷长针 然后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编织两个中长针 最后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编织两针 然后转到对面 后半部分对应前半部分的针数 继续编织 编织 最后一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将线剪断 接着我们将叶子的部分 固定到主体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我们这款柠檬瓜剑呢就做好了 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